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崔天凯表示 中美关系几十年的发展给两国人民都带来巨大的好处 这是不可否认的 崔天凯认为 目前中美关系恶化 有美国国内的选举因素 也因为整个国际社会都面临很多新挑战 应该说整个国际社会 各国家的 他自己的国内的治理 和整个世界上全球治理都面临很多新的挑战 这个美国也不例外 有很多情况实际上是他国内发展到一定的阶段 他的经济社会矛盾的叠加和积累的爆发 应该说这也是一个很大的因素 崔天凯指出 美国妄想对中国党员实施制裁是非常荒唐的 美国国内仍有很多人对中国不了解或被误导 他希望这些人能摘下有色眼镜 加深对中国的了解 我给他们的建议就 摘下你的有色眼镜 好好去了解一下中国的历史 文化 现实 中国老百姓究竟怎么想 这样你就可以有一个相对比较客观的一个认识 当然其中可能有极少数人 他就是顽固地拒绝面对现实 拒绝面对历史已经证明的客观规律 他就是不愿意接受这一些 那可能这样的人最后还是会有的 但是这样的人我也借用两句古诗送给他们吧 成州侧办千番过 病数前头万木村 历史规律是他们挡不住的 佛航卫视综合报道 另外崔天凯还用开车来比喻中美关系 他强调要把握住方向盘才是关键 双方要尽最大努力防止两国关系 在错误的方向越滑越圆 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表示 中美关系并没有完全停摆 但可能会滑向错误方向 要尽最大努力防止他在错误的方向越滑越远 甚至掉到有些人称为陷阱的状态 激活和开放所有的对话渠道是必须的 你如果没有对话 两国之间怎么沟通啊 你怎么去拓展合作 怎么去管控分歧 你连对话都没有了 这应该说是很不正常的情况 在华为问题上 崔天凯指出 一部分美国人特别是有些政客的心态 就是只能他比别人要强大 如果别人发展得好 就要千方百计打压下去 这不是一个健康的心态 他又批评美国对香港 台湾以及南海问题的干涉 非要把中国所有的省市自治区 都变成中美关系之间的问题 干涉中国的主权领土完整 和国家统一的进程 如果拿开车来比喻的话 我们要把握好方向盘 这是关键 就这两个关系 是不是行径在正确的轨道上 如果是走在正确的轨道上 那下点油门也挺好 如果是滑向错误的方向 那就应该踩刹车了 但是这个踩刹车 不仅仅是为了让他停下来 而是为了让他回到正确的方向 继续往前走 针对中国国务委员 兼外交部长王毅日前提出 中美之间要建立合作 对话以及管控分歧三个清单 崔天凯指出 建议非常有前瞻性 不少美方人士都反应积极 那么下一步在新的形势下 中美关系怎么走 应该说今天的世界 也不是40年以前或50年以前的世界 今天的中国和美国 也不是当时的中国和美国 但是应该说 在今天的世界上 中美之间更加需要加强合作 管控分歧 我觉得如果美国方面 能够着眼于未来 着眼于新的世界的现实 这是唯一正确的选择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好 相关话题 让我们请到时日评论员 您更新先生来做一下点评分析 更新你好 你好 我们看到中美关系近来是持续的紧张 而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也强调 说中美关系发展的关键 是要把握好方向盘 对此您有什么观察呢 我们必须注意 这一周 从7月14 15开始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就在一次给企业家会的回信当中 第一次 最近这一段中美关系紧张以来 美国那边 特别是蓬佩奥 到昨天还在欧洲那边 还在发着一些对中国的牢骚 说一些怪话 那么中国的最高的国家元首 就正式的表明 中国国家的这个基本的政策 外交政策 仍然是和平发展 开放合作 这个我觉得是放出了一个最高层的 一个中国政府最代表 最有权威性的这么一个声音 然后呢 这个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先生呢 就两次 一次是专门谈中美关系 提到了三个清单 这个大家都很清楚了 我不重复 那么另一次就特别在联合国的会上强调 要维护捍卫多边主义的这个合作体制 也强调了这个要合作 那么今天呢 这个崔天凯大使呢 其实崔大使最近一段时间 这一两年来 在中美关系不太顺畅以来呢 不断的发表一些看法和讲话 都是代表中国 因为他是特命全权大使 他直接代表中国政府 整个我们中国的外交 和中国的对美关系上面的 这些基本原则立场 我觉得这里边都提到了一个重大的 最关键的词就是合作 合作是中美关系唯一方向 这还不仅仅是因为我们的力量 利益和风险关系是一致的 而且在现在美国方面 有些人包括高层 不断的唱一些不合作的 逆流的声音的时候 中国更要强调合作 中国强调合作 不仅仅是中国方面 要掌握这个中美关系的主导 而且更重要是 这个主导之后 才能使得中美共同获益 这就是合则两利 或者整个世界 共同取得利益 而不是那种斗则两伤 或者斗则俱伤 好的 感谢更新先生 带来的点评分析 接下来一起关注 新冠肺炎疫情 首先来看中国的 新冠肺炎病例数字 内地21号新增确诊病例 为14例 5例是境外输入 其中上海两人 广东两人 云南一人 另外有9人 是属于本土病例 全部都在新疆 当天的新增 无症状感染者 有22人当中 境外输入是8个人 现存的确诊病例当中 以北京最多 其次是新疆和上海 港澳台方面 香港21号新增 61例的确诊病例 其中58人 是属于本土病例 有25人源头不明 目前全港的累计确诊病例 是超过2000人 有关新冠疫情的香港最新的情况 立刻连线赵林峰 林峰你好 香港疫情还是没有出现缓和的趋势 那港府有没有进一步的防控措施呢 林峰 好的主播 香港在昨天是新增了61宗的新冠肺炎确诊个案 而且并且是有60来宗左右的这么一个初步确诊个案 从这些数字我们可以看到香港的整体的疫情到目前为止并没有出现一个整体趋务向好的这么一个明显的趋势 而在昨天新增的所有确诊个案当中呢 有25宗的源头是不明的 其中有一宗是引发了各方的关注啊 就是有一名是负责往返安老院社医院之间负责护送长者去看病的这么一个护诊员 他是被确诊 而他是先后到过多家安老院 并且是护送过20多名的长者 所以他这个接触面也是非常的大 我们也知道香港第三波的这一次的疫情当中呢 最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出现了多宗的院内感染 并且是在安老院是有一个集中的爆发 所以我们相信这名患者他所带出的这么一个感染的图谱呢 也是香港流行病学专家现在所关注的这么一个焦点所在 而在疫情不明的同时特区政府在今天呢 将会是要召开一个特别的行政会议来商定在全党所有的室内公共区域 来明确的限制所有的人在进入时必须要佩戴口罩 在决定正式敲定之后 我们相信最快在这一周之内就会正式的生效 这也是特区政府进一步收紧本地防疫措施的最新的这么一个举措 而另外与此同时我们是听到社会上有越来越多的声音 他们是希望特区政府能够考虑将原定在9月6号来举行的第七届香港立法会选举 如果疫情继续这么发展下去之后 能够做出一个延后选举的这么一个考虑 我们知道根据香港的基本法呢 如果要延后这么一个立法会选举呢 是要发生当有极端的天气情况 或者是严重威胁到公众安全的这么一个情况发生的时候 能够做出一个延后选举的安排 而延后选举最多呢也只能是从原定的选举时间往后推两个星期 如果需要进一步的延迟 则需要动用到紧急法等法案 这就需要强大的法理依据来支撑这么一个决定 而我们看到最新的政府方面的表态 首先是负责选举事务的部门之一 政治及内地事务局 他们是表示他们正在密切地留意疫情的发展 来制定一些选举的安排 而明确的表态则需要追溯到上个星期 林郑月娥在宣布一系列防疫措施的时候 他表示政府现在没有打算来延后选举的安排 但是他当时也是坦诚 在做所有的考虑当中 疫情的发展的确是其中的一个变量 主播 谢谢林峰的连线报道 全球的新冠肺炎累计确诊病例超过了1508万例 死亡病例突破61万例 疫情最为严重的美国 累计确诊人数突破了400万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21号恢复了白宫新冠疫情例行记者会 他在记者会上表示 美国的新冠疫情在好转之前将会更加糟糕 而如果中国等其他国家率先研发出了疫苗 美国愿意合作 特朗普21号召开了近三个月以来的首次新冠疫情例行记者会 而在记者会上 特朗普表示 在美国的新冠疫情好转之前 情况会进一步恶化 而不仅仅是美国 全世界都如此 特朗普强调美国的新冠死亡率仍然比大多数国家低 而在5月和6月新增长的确诊患者中 大部分在18到35岁之间 很多人都属于无症状患者 在新冠疫苗研发方面 美国也取得了进展 对于中国研究团队20号 在英国医学期刊柳叶刀发表论文称 他们对一种新冠病毒疫苗开展了二期临床试验 结果显示疫苗安全 并且能够诱导人体产生免疫应答 对此特朗普表示 美国愿意与任何取得进展的国家合作 特朗普表示 未来他将会定期召开新冠疫情记者会 而把记者会时间定在下午五点 是因为特朗普在这个时间段召开记者会 曾打破收视记录 而目前特朗普急于扭转 他在各项民调中落后于拜登的劣势 华盛顿邮报和美国广播公司的联合民调显示 从三月至今 特朗普的支持率下滑了28% 支持特朗普应对新冠疫情政策的民众只有38% 而不支持特朗普的人占到了60% 凤凰卫视 王宾如 王天逸 华盛顿报道 欢迎回来 再来关注到亚太区股市在今天是个别发展 澳大利亚股市最新下跌了超过1.1% 日本股市在午后也下跌接近0.5% 韩国股市则在平盘的上方徘徊 台湾股市升了接近0.6% 内地互生两市走出震荡上扬的格局 创业版指数更是大涨超过1.9% 互指中午收盘时报 3360点上涨 39点涨幅1.2% 半日成交金额是3352亿人民币 顺程指中午收盘时报 13755点上涨 219点升幅1.62% 半日成交金额3985亿人民币 而港股方面 恒生指数低开60点 随后一度上涨144点 来到一个星期的高位 但临近中午休息时间 升幅是有所收窄 恒指中午收盘时报 25655点上涨20点 升幅0.08% 半日成交金额是738亿港元 上涨综合指数的编制修订方案 周三正式的实施 这也是指数接近30年来的最大改革 让指数更加准确地反映上海股市的特征 另外周三也是科创版开示一周年 首批解禁的限售股份规模 超过了1800亿元人民币 修订后的上涨综合指数编制方案 周三正式实施 新修订的方案主要涉及三方面 包括剔除风险警示股票 延长新股计入指数时间 以及纳入科创版上市证券 这是上涨综合指数 从1991年7月15号发布以来 首次进行大幅修订 上交所表示实施新的方案 让指数更加准确地反映上海市场整体表现 分析师也指出修订后的方案 有利于平滑新上市股票价格剧烈波动 对指数的干扰 提高了互指的代表性和稳定性 剔除被实施风险警示的股票 也能更客观地反映上海股市 上市公司的总体表现 另外周三也是科创版登场一周年 上市公司数量有首批的25家 增加至目前的130家 统计显示截至7月17号 科创版上市累计融资 超过2000亿元人民币 上市首日平均涨幅163% 股价比发行价平均上涨196.61% 同时本月也迎来 科创版公司现售股的解禁高峰 解禁市值达到1858.27亿元 解禁压力集中在7月22号 规模占全月解禁规模的9成8 但业界普遍认为 科创版仍是一个新的板块 解禁对整体市场也许会带来一定影响 但从以往A股IPO解禁情况来看 解禁对个股影响不是很大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内地的迅情持续 其中在淮河流域安徽王家坝闸开闸蓄洪 超过48小时 那王家坝的水位是逐步下降 不过淮河流域的防循形势依然严峻 经过蓄洪后 安徽王家坝的水位21号下午降到29.3米 与保证水位持平 其后再以每小时3厘米的速度稳步下降 截至22号早上 水位进一步降至28.87米 目前王家坝到正阳关断权线 已经低于保证水位 王家坝闸可能会在22号闭闸 工作人员正对闸门进行派查 安徽当前已经启用了7处行旭洪区 截至21号下午2点 净洪总量约1.6亿方 减轻了淮河上中游防洪压力 但是淮河流域的防循形势依然严峻 王家坝到洪泽湖入湖坝段 22号依旧全线超景 位于邦步市的吴家渡水位站 也首次出现超景水位 也标志着洪水抵达了邦步市 并向下游的洪泽湖挺进 霍丘县江唐湖蓄洪超过40小时 目前有5.36亿立方米的洪水 从淮河干流流入江唐湖的蓄洪区 有助血减洪风 在河南固市县新台自组 淮河支流史河出现管涌道观 中部战区300多名官兵赶到现场救援 受连日强降雨影响 史河河水已经高出农田约4米 800亩农田被淹 不少房屋冲毁 由于大型机械无法进入 全靠官兵人力传送沙袋封堵 经过一轮墙前 管涌流量由最初每秒4立方米 降至不到1立方米 得到大大的封堵 富航卫视综合报道 九江永修县许多乡村 在洪灾之下都变成了一片汪洋 来自安徽消防总队 以及各支队的周庭 也成了这段时期特殊的水上出租车 给村民们帮了很大的忙 我们来看记者的报道 一周两艇的搜救编队又出发了 洪水中被迫离家的村民们 他们会想尽办法回家一趟 就算看上一眼也是放心 更重要的是身边缺的东西能够补上 但安置点离家水路遥远 这让每一次回家都充满风险与挑战 还有人住在里面对吧 那你们要去的地方是这里吗 就到了是吧 到了这里可以在那里进来 到了这里以后然后再往过去是吧 还要走路 我们上岸我们去县城 到了上岸以后你们再去县城是吧 这一路 你们是划船的是从这下船的吗 对啊 从这下水 然后划到你们家两个小时对吗 今天有三十多度啊 三十多度的天气 三十五度是吗 三十五度的天气 中午从一点钟下水 划了两个小时 三点钟划到他们的家里 取完东西以后 用这个粥把牧船拖回来 现在终于呢我们要上岸了 好不容易这一路非常的艰辛分坎坷 匆匆告别老人家 救援队继续赶赴下一个任务 对于交通已经瘫痪的村镇来说 救援队的粥挺成了有需求民众的水上taxi 帮他们运人运货 什么东西啊 我请你们帮助我一下啊 东西就回来 东西就家里没来得及转移是吧 身份证啊 还有副本啊 还有小孩用的吃的 好多东西没拉过来 小孩小孩很小吗 小孩很小吗 可以 橡皮挺带着回家 取奶粉的奶爸回家 要取回珍贵的奶粉 因为当地奶粉店也被洪水泡了 家中娃娃需要靠几罐奶粉须命 那么买不到奶粉吗 还是这个奶粉是专门给小孩买的 现在买不到 它那个厂也是进水了 哦 奶粉厂也进水了 买不到奶粉了 这是家里扣存的 没办法 小孩都快吃完了 拿去 好 那现在这个奶粉拿回去应该管吃几天 可以吃几天了 可以吃几天 可以吃三天 突如其来的洪水打乱了村民的正常生活 无奈之下 借助救援队的力量 他们在一点一点恢复最基本的正常 凤凰卫视蒋晓峰 福托 蒋西永修报道 再来关注到上海台北双城论坛 今年是由台北市政府主办 22号登场 但是受到了新冠疫情的影响 双方全程都是以视频方式进行 上海市长龚正和台北市长柯文哲 上午开幕式时分别致辞 双方都肯定了论坛 有助于两岸关系朝正面发展 也强调持续交流的善意和决心 那更多消息 我们也立刻来连线本台驻台北记者 卢冠飞来了解一下 冠飞你好 陈祖武安 也请我们介绍一下双城论坛 还有哪些关注点呢 好的 上海台北双城论坛呢 是今天登场 目前已经结束了主题报告的部分 进入的是分论坛的讨论 这次主题呢 算聚焦的是这个城市的防疫交流 不过外界也非常关注 台北市长柯文哲的两岸论述 而柯文哲呢 在致辞的时候呢 跟上海市长公正 其实都是秉持着一家亲的理念 台北市长柯文哲呢 致辞的时候表示 他认为两岸在陷入僵局的情况之下 目前呢 应该是交流比断流好 合作比对抗好 一家亲比一家仇好 他也重申了五个互相 包括是互相认识 互相了解 互相尊重 互相合作 以及互相谅解 而上海市长公正呢 在致辞的时候也回应 他表示这次的新冠肺炎疫情 虽然是让他们不能面对面 但是呢 无法阻碍两岸人民呢 是心联心 而上海市长呢 在致辞的时候呢 也赞赏了台北市 其实防疫成果 他说有关注到台北市 在这次的新冠肺炎疫情当中 是立抗疫情稳经济 目前呢 是双城论坛的主题结束之后 将针对的是这个 卫生医疗产业发展内容 以及是这个智慧交通 来进行讨论 台北市长柯文哲 在稍早的时候呢 已经结束了 行程是先行离开 不过呢 这一次的双城论坛呢 虽然将三天的议程浓缩 为一天举行 但是整个过程当中呢 双方的市长是互视善意 希望呢 两市可以透过这互相学习呢 来促进两岸交流的发展决心 以上就是我们现场 展望到的最新情况 把时间交换给陈子 好的 感谢官飞 我们带来的最新介绍 最后感谢你搭乘今天的凤凰五间测块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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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来来来 kann 明日你 성공 我们去